现在苹果新品发表会终于已经登场了 第一批要开卖的国家也已经披露了 确定在9月19号就会上市 但是生产苹果手机最末端的组装厂 包含了鸿海跟河硕 8月营收却是静悄悄 似乎没有吃到太大的甜头 鸿海的8月营收是落在今年中段班的水准 并没有往上冲高 河硕甚至还创下了今年次低的营收水准 苹果发心机被视为最大受惠者的鸿海跟河硕 却感受不到心机上市的喜悦 鸿海8月合并营收2750亿元 虽然比7月增加5.71% 但已经连两个月跨不过3000亿元门槛 不单是鸿海 河硕8月营收也是唱低调 单月营收651.03亿元 月减3.3% 创下今年次低 一支5.5寸的16G要到3万块钱的话 我相信会使得很多消费者会为之却步 不过根据了解 鸿海跟河硕已经进入量产前的热身爬坡期 9月营收应该会明显的成长 反而指出鸿海9月营收有机会持续的往上爬升 并且在11跟12月进入全年高峰 推估鸿海第四季的济增率 有机会上看4到5成 比如说像这个鸿海 河硕 这代工系列的话 你注意它的股价就算苹果的财报不是来得市场那么预期来得好 可是它的股价就相当的坚挺 苹果重量级新品iPhone 6跟Apple Watch终于亮相 外资报告也纷纷出炉 其中iPhone 6将在9月12号开放预购 外资认为大萤幕趋势加上两款iPhone 6同时退出 销售当日有望上看700万只 大猫证券表示iPhone 6新品跟价格符合预期 因为放量时间点在第四季 近期屏概股有获利了结压力 但是整体动能可以持续到明年第一季 看好鸿海可纯F真顶 德意志证券则认为大尺寸的iPhone 6 在新兴市场会受到欢迎 第四季出货可以计增超过50% 看好的有大力光 可乘 红海 以及河硕 东城新闻综合报道